腦推化症患者出現認知障礙 是因為大腦積聚了纖維斑塊 外界一直認為這些纖維斑塊只是廢物 但有科學家就提出 這些斑塊可能是免疫系統的一部分 未必是有害無益的 為治療腦推化症踏出重要一步 腦素描下呈現紅色的斑塊 正是腦推化症的原胸 濾澱粉蛋白 這種蛋白會化成纖維 阻塞腦神經 被施懷积聚在腦部的垃圾 但問題是 如果濾澱粉蛋白真的一無事處 大腦為何會製造它們出來呢 就連4億年前的康激魚都有這種蛋白 令科學家懷疑事出有因 哈佛醫學院的科學家 6年前已證明了 分離出體外的濾澱粉蛋白 有殺菌功效 但在大腦裏面又如何呢 同樣是來自哈佛的團隊 最近透過老鼠實驗得到答案 它們以基因改造 令到部分老鼠的大腦 致行分泌濾澱粉蛋白 和一批正常老鼠作比較 然後為所有老鼠的腦部 注射三門時菌 結果有蛋白的老鼠 腦部細菌數量會下降 比一般老鼠平均生存多30個小時 但這樣還未足以證明到 濾澱粉蛋白和細菌入侵有因果關係 研究的下一步 是希望在腦退化症患者死了之後 分析它們腦裡面的斑塊 如果發現真的殘餘了一些病原體 那就足以確認 濾澱粉蛋白是大腦的免疫系統 而蛋白積聚變成腦退化症 可能只是某種免疫失調 令治療腦退化症有全身看法